佛法之旅 生命殿 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殿 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弘法讲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蓝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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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窟寂滅到 不知你無道 我們不能光消費 重點是我們能夠為他做什麼 所以各位走到哪裡 替那些樹灑灑水 你嘴巴會念阿彌陀佛 希望這些花草樹木 乃至這些苍蝇啊 乃至這些蜻蜓啊 乃至這些鳥啊 乃至看得見了 包括看不見了 令诸佛菩萨歡喜 如果我們達到卑至雙韵 那諸佛菩萨就歡喜 讓護法神歡喜 因為只要你去愛眾生 不要傷害眾生 上天有好生之德 他就會歡喜 如果你看到一隻螞蟻 故意把他打死 那你就制造一個痛苦 那這些護法神會很傷心 所以這就是天主教的愛 不要殺 不要殘酷 所以再來念一下 讓父母祖先歡喜 如果你快樂 有愛 那父母祖先就得到了超度 所以你的心怎麼想 父母祖先就什麼心態了 所以你充滿愛的心 父母祖先都到愛的世界 你充滿了清淨慈悲心 父母祖先就到了極樂世界 所以我們要讓甚至恨你的人 都得到快樂 所謂冤親在主 就是你過去殺他 傷害他 拋棄他 欺負他 所以呢 他恨 但是現在轉化他 你不但對他生起慚愧心 你決心要好好的愛他 關懷他 超過你自己 所以每次別人跟我說 海盜法師你有冤親在主 那我馬上就跪下來了 你是我的爸爸媽媽 一定是的 但是因為我過去不認識你 而傷害你 現在我知道了 我要好好的孝順你 知道你成佛 所以你可以用愛轉化一切 再來念一下 讓眾生歡喜 所以我們現在要做一點焉供啊 這些用食物布施 這些食物呢 為他們布施供養佛 為什麼那些蒼蠅 那些蜻蜓 那些孤魂野鬼 地基主 冤親在主 沒有人會替他布施的 我們布施都是為我們的愛人 為我爸爸媽媽 為我的兒女在布施 希望他們有福報 身天健康 但是這些可憐的眾生 孤魂野鬼啊 這些地獄到了澳洲這麼多動物啊 沒有人會為他們布施 因為像我活了 我可能沒有活各位那麼久了 但是我活到33歲 才找到生命的真理 一輩子為了自己讀書 第一名買房子買車子 很自私的過了一個一輩子 來愛我的家人 特別愛我的兒子 所以有一次我去尼泊爾 是尼泊爾嗎 越南尼泊爾 我看到很多窮人 包括很窮的小孩子 我那時候看到一個窮的小孩子 拿了我一瓶 汽水瓶我喝 剩下一點點 拿去給他爸爸 兩個父子高興的要命 終於有一個汽水可以喝 爸爸也不忍心喝 給兒子喝 喝完以後把那個 汽水瓶拿下來 可以賣錢的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慚愧 我忙了一輩子賺這麼多錢 我只給我的獨生子 我從來沒有想到 這個世間還有別的小孩子 別的爸爸在受苦 我覺得很慚愧 那時候我就心情很不好 好在後來我聽聞佛法了 我心情不好了一兩年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佛經我才知道 原來我很自私 我沒有去愛別人 我沒有去愛其他的國家的 其他的生命 所以我甚至要踏到別人的頭上 贏過他們 來表達我有能力 我有錢 我覺得自己很渺小 就像一個貪污的 甚至晚上去賣身體的 才賺一點錢的女人一樣 然後事實上別人說啥有錢 大家也知道你在笑我 因為人要有這個慚愧心 所以我們有了慚愧心 才會想要去找 什麼才是真正的生命 我想慈悲才是生命 好現在各位右邊有看到水 這個水 還有誰吃的水漂不漂亮啊 那你要供養喔 像各位你來這個地方 你覺得這個地方很美啊 空氣很好啊 你馬上要把這個美來 供養地獄到 供養惡鬼到 你要分享 你吃到一個很好吃的東西 你要供養它 你睡到一個很好睡的床 也要供養眾生 要忘了 不要忘了 不然你說我在享受這個快樂 那就損符爆了 所以來把這個水做供養 特別現在澳洲缺水來 水有八德 供養十方佛 洗除惡液 六道清涼 願惡鬼成 充滿甘露水 翁阿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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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唸一下開煙喉咒啊 佛陀說 當你太陽很大的時候啊 他們被曬的時候 身體都會脫皮 然後嘴巴就一直吐火 叫咽口鬼 然後你只要 你只要想到這個 你就要把水 往太陽的地方噴幾滴 所以各位就觀想 還是你有水 然後這個水的光變成清涼的 清涼的 然後進入他們的嘴巴 進入惡鬼成 然後他們的身體 不然那個吸血鬼 各位都知道 一曬到太陽全身啊 就會燒掉 所以他們只能晚上出來活動 這就是惡鬼道的苦 所以我們看到有水 就這樣觀想 你開煙喉咒 來 這樣心情好不好 太好了 因為你把水轉化了 這個轉化不是你的力量 佛的力量 轉化了 然後各位再把這個水轉成甘露 我們會念甘露水真言 他們喝到甘露啊 那個惡鬼道 皮膚都燒了黑黑的 像木炭 所以你念這個水 他皮膚就恢復了 你一個女生如果希望 生生世世皮膚很漂亮啊 很細啊 像嬰兒啊 一定要多念這個咒 這個叫甘露 甘露咒 甘露水真言 那這尊佛叫妙色身如來 好漂亮好漂亮的佛 因為他經常在布施這個水 他這個外表就讓別人知道 我之所以妙色身這麼好看 是因為我不斷地在布施 清淨漂亮的甘露水 就像各位臉髒髒的 你洗乾淨了 又喝了甘露水 你很快樂 念這個甘露水真言 那念這個真言有十六種功德啊 更可以讓惡鬼勝天啊 然後 所以各位你要把 現在澳洲缺水啊 所以連蒼蠅都要來找你啊 當然蒼蠅找你就知道缺水了 缺水了 所以念甘露水真言 觀想 整個水池變成大海湖泊 都變成甘露 特別藍色的 像耀士佛的水 然後他們滴滴滴滴滴 滴到 來 念一下 無間地獄 充滿甘露 上至諸天 下至地獄 充滿甘露 那麼Solo沒有的 但是他 大字塔 哦 Solo Solo 本來Solo 本來Solo 沙波河 所以各位沒有白吃的午餐喔 我們今天來這邊人家煮飯給我們吃 你不做一點 布施供養 下輩子你在這邊掃地掃一輩子喔 做牛做馬 還人債喔 我們就是有這個思想走到哪裡 不是說我付你錢 錢歸錢喔 對方煮飯給你吃 你都要感謝他 對方房間給你住 幫你整理床鋪 打掃廁所 你要感謝他 所以佛教裡面為什麼要我們跪下來拜 列一下 感謝萬事萬物 感謝萬事萬物 一花一草一木 都是我們感恩的對象 因為昨天晚上我在房間跪了很久啊 我很習慣晚上就是懺悔啊 因為找到我的都是跟我有緣啊 都是我的父母 他的痛苦都是我的痛苦 因為昨天有一位香港警察自殺 然後我以前也見過他 他就是壓力太大 自己也譴責自己 包括他所愛的人死掉 所以他心情不好他就自殺了 所以當然我就要安慰他很久 甚至觀想他就坐在我面前 一直哭啊 自殺都會後悔的 會哭啊 會痛苦的 所以然後呢 你就要一直同病相連一樣的 來安慰他 然後激勵他 成為把這種脆弱的感情 變成一種平等的愛 做個大男人 但是你心態要感染他 你不要一直講說你好可憐 他會更哭啊 你要讓他看到光明是什麼 這種有力量的愛是什麼 把佛陀的心傳到他的心裡面 他就會改變了 所以你要知道佛陀的心想什麼 好 剛落水箭言我們念三遍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算今天不能做菸供 你還是要這樣做好不好 你千萬不要說燒大一點 等一下警察都來了 所以水也可以啊 你有個心態也可以啊 這些花草樹木啊 陽光都可以變佛光啊 所以佛教裡面 就是要我們利用萬事萬物 轉為佛法 所以念一下 陽光變佛光 水變甘露 風變清涼 土地變淨土 你可以轉化一切 但是這個轉化技術 就是因為你的心轉化了 所以外面的世界都跟著你轉化了 所以希望各位 你把你的人也變成甘露 好不好啊 罵你 你都還在甘露 這樣就好了 我不生氣 我不翻眼 我不哭 然後你就是甘露 那每個人都會很喜歡接近你 好 甘露水 先到火他 六 参像露 來 木 Wright 是 沙闕 磨 麥 自 自 培 瓦 阿 萨 火 山 本 好,请把这个黄色的小本 我们拿下来念一下 平常如果你不会念 没关系,只要你观想 只要你有信心 我希望这个水变成甘露 南无药师流离光如来 然后它就变成流离的药师咒水 你看到这个水 南无大悲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就把它 转为观音甘露 布施给众生 所以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心转化 你把这个水洒出去 老师跟各位讲 恶鬼道如果淋到普通的水 变什么,变流酸 变流酸 所以最毒的东西可以版成 最美的东西 这个叫念佛 佛的力量可以转化一切 所以如果你在布施水 你有个悲心念观音菩萨 这个水变成甘露 如果你没有一个慈悲心 你把黄金洒给对方 对方以为你拿刀子 拿石头要砸死他 这样观念了解吗 这就是佛法 如果你懂得用佛法 黑白的都会变成彩色的 痛苦的会变成清净的 就像人觉得我得癌症 我要死了 我很痛苦 但是你懂得佛法 太好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我现在在消业障 痛就是在还债 消业障 然后我现在念佛要去极乐世界 所以痛苦会不会变成快乐 那就是因为你懂佛法 所以如果你会烦恼 我只是告诉各位 你真的是很可怜 因为虽然皈依三宝 不会用佛法了 皈依三宝了 老公跑了 你会合掌 阿弥陀佛祝福你 这下我自由了 如果你是学佛的人 钱被骗了 阿弥陀佛 哎呦 晕轻在主跑了 还债还玩了 我自由了 所以我想各位 快乐 你要懂得用佛法 你要不懂得用佛法 生日真痛苦 死也痛苦 人生出来都哭啊 生日哪有什么快乐 对不对 所以死也更痛苦 但是你懂佛法 生日快乐 我可以来做菩萨了 死也快乐 我要去净土 然后我可以成员再来 继续做菩萨了 所以观念 这个叫佛法 我们以前用我的想法 都在制造纷争 贪嗔痴 我爱我恨 我跟你对立 我要占有你 就像一个女人 爱上一个男人 全世界的女人 都不要接受我的爱人 因为我爸被他抢 所以那你就变成 你没有还没事 你有了还有痛苦 就像我现在是个出家人 一个女人跑来说 师父我就一直跟你一辈子 你不疼 你会吓死我了 我离开我太太 换了九年二虎之力 你还来尝我 但是世界人不懂 还有个美女找你 有个帅哥找你 这是我的光荣 你看无名跟名就差在这边 所以各位 你女儿十八岁很漂亮 男人追他 就可怜 你要跟你女儿说 那些男人都像流浪狗一样 色鬼啊 他只享受你的皮肤跟性感 他要找你干嘛 他找你念阿弥陀佛 你要讲给他听 不然他以为我很光荣 你看每个男人都在追我 我很有钱 每个女人都在找我 那是利用你的钱 对不对 因为你开一部什么什么双逼的 对不对 你开个脚踏车 看他追不追你 你没有身材 没有一点点皮肤 你看他追不追你 但是很多人就讲 那我说要弄漂亮一点 不然别人不会看我 我要弄得有钱一点 不然别人不会羡慕我 你看他可不可怜 就像在监狱里面建房子 那个监狱你还在里面建房子 结婚 生小孩 明明是痛苦的 所以各位 我想真正的房子在哪里 所以有一次人家问佛陀 佛陀请问你住哪里 佛陀说 念一下 示范住 为什么叫示范住 我住在慈悲喜舍的家 慈悲是我家 好不好 所以各位今天你来这边 慈悲几分钟 快不快乐 慈悲是我家 等一下赶快离开 不然要扫地 要锁房子 又怕小偷来 你就会很烦 所以就像各位爱上你的儿子跟女儿 你已经不自由了 绑了狗链子了 母亲一百岁 常忧八舌 你哪有快乐 你被抓住了 但是不要你放弃 什么意思 把爱你儿子的 爱你女儿的 去爱所有生命 好不好 昨天那些鱼可不可爱 可爱啊 现在过来的苍蝇 你不要把它挥走 来 吸奶 你最好在脸上抹一点口水 来来来来 这是最好的蜂蜜 所以因为你爱他 你就不会把它挥走了 了解吗 连对方的口水你都要喝 你看你多爱他 所以那各位要改变你的思想 改变你的思想 你就没有痛苦 也希望各位 念一下 活在澳洲 活在澳洲 如果你觉得你花了这么多钱来澳洲 觉得他好美 然后你永远放在心里就好 你走到哪里 都变成那个心态就好了 所以念一下 心在极乐 自然爱撒众生 如果你心中有活法的人 有慈悲的人 有净土的人 对你来讲 你呢 心里永远在净土 然后呢 你可以下地狱 因为我要把净土给地狱的人 我要把净土给恶鬼道的人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可以去享受快乐 那这个快乐不是独享 所以你要把快乐 不识给众生 好 那这样各位了解了 我们念一下 焉共聚之法 第几页 等一下吃饭 我们都要觉得很好吃 好不好 这是礼貌 我每次要交代人家 人家煮了老半天 一直在看你的脸色 只要他过来 嗯嗯嗯 赞 他下回就 赶快又煮给你吃 你给他抱怨 就像一个女人不会做女人 天天抱怨他老公 他老公真的会气死 男人争命苦 一个老公不会做男人 天天抱怨他太太 他老婆也会气死 咔嚓老 你看 所以我认识一个男生 我常讲这个故事 他每天出门出去 跟他老婆拍一张相片 他老婆为了要让他老婆 老公拍相片 每天只好换一套衣服 那所以呢 他跟他老公抱怨说 所以你要好好赚钱 不然我每天要穿同一件衣服 所以呢 那一位太太就永远不老啊 然后呢 夫妻关系就永远好啊 对不对 因为他知道 哪一天他老公不跟他拍照一定 他讨厌他了 所以这位伟大的老公 没事就给他拍照 拍到老 了解吗 所以后来他老婆发了一个愿 她说老公啊 哪一天我死啊 都要脸很漂亮让你拍照 她说好 结果他死的时候啊 我告诉各位 真是的 身体都已经没肉了 他那个脸还是很漂亮 我都去看他 他那个脸还是很漂亮 因为他发的愿嘛 所以他的老公也觉得很欢喜 他老婆一定升天了 所以我想各位 你发的一个善愿 你可以帮助别人 请翻到 几月 三十一夜 我们弄一顿好吃的给大家吃 好不好 现在锅已经热了 这个布施甘露啊 不得了啊 你每次布施给他们 先看一下 三十五夜 烟供功德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他功德在哪里啊 里面在炒菜 我们外面也在炒菜 里面炒菜是给我们这几个吃 我们外面炒菜是供养上供下吃 我们功德更大 但是要炒的好吃 什么叫好吃 你有悲心 有柔软心 有最大的爱心 那个枕头能不能拿走 这样拍很难看 机会教育 最美的地方要弄美一点 烟供功德 大家念大致就好了 你们戴着墨镜 看不下 三十五夜 来 一 帮助轨道与飞人 飞人啊 轨道啊 很可怜的轨道 轨道的生命 一百七十万年 没水没得吃哦 所以各位 他们问我说 海盗老师 你干脆那个钱 就拿去帮助穷人 你每次都帮助轨道浪费 我说没有 我只买几包饼干 你都说我浪费 你买那么多 给你孙子都不浪费 那是我几包饼干 就可以帮助 几百万千的 恶轨道升天 这一点都不浪费 一点都不浪费 我老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 你注意听 昨天我们不是去看那只卤梗吗 那只在吃海菜 吃菜的人是 卤梗嘛 他可以尝到六米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我过去的出家土地 然后他为什么会在那边做卤梗 然后福报还大 大家还要弄蔬菜给他吃 他过去是 慈戒 读了很多书 那时候大家都劝他放生 他反对放生 他说放生如果有用 我下回做鱼给你看 所以他现在在那边 他就讲这句话 放生如果有用 我做鱼给你看 因为他毕竟没神通 他不了解放生的功德 他居然还诽谤放生 现在自己好好做鱼 但是因为他出家持戒 现在还是有福报了 大家供养他 你看他五六个人 天天在弄一大堆白菜给他吃 把他保护好 那是因为他就卡到这句话 他就卡在那边了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对任何好心的事情都要随喜 我们没有做 但是要随喜别人 因为他真是在帮助轨道以非人 所以有人跟我说 师傅不要烧金子 我说你不要乱讲 你眼睛有看到吗 你有打坐吗 你不能用你的分别知识去认为说烧金子 烧金子轨道很欢喜的 因为他是一种悲心 了解吗 你老公给你一颗钻戒 事实上也没用 但是你高兴就好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你要按照佛经来讲话 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讲话 第二个 解除冤敌 那你的冤心在主 甚至各位本来这几天 所以我们每天出来都要做布施 布施水 布施蜜 到哪里 三晶半夜 昨天我听说领队被压了 压了三次 有没有被压到啊 我这两天 昨天还好睡 前两天不好睡 到山上我跟你讲 都不敢跟各位讲 住的房间里面有人自杀过 有一个女孩子被捅死在床上 不知道是哪一间 搞不好是你那一间 然后我们占颜法师在那边打坐 他就看到了 然后他就问我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三个那天没什么睡 超度啊 你们好好睡 我们来超度 外面还有很多那些原住民在阑山 原住民的女人脱光光 没穿衣服胖胖的 然后呢 下体在流血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古时候穷啊 他们生小孩 难产而死 小孩也死 妈妈也死 所以趁这几个和尚来 他们就来求救了 来帮忙了 所以那时候 我们在阴师 为什么女人胖胖的 还流血 我一想就知道了 我是原住民啊 所以 所以我想各位 看起来一栋好的房子 那是无形的众生多不多啊 多 到哪里都一样 这不是说 你是不是佛教徒啊 到教堂 我们要去超度啊 所以 事实上来找你的 都跟你有缘 不然他看不到你 你看不到他 你感受不了他 所以你晚上睡觉 他来压你一下 一定是你跟他有缘 就像我去医院回来 有时候会 鼻子怎么闻到药的味道 怎么洗鼻子也没用 我原来 一个生病的老人 一直吃药而死的老人 跟着我 那 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有缘嘛 有人问我说 师父你不是修得很好吗 你们持戒啊 这个鬼怎么还跟着你 慈悲才是戒 还有缘 就像我看到那只 鲁梗 我对他特别有感受 我想几百世的轮回 你看到你过去的妈妈 看到你过去的儿子 那你一定会多看他两眼 没有别的方法 你就多看他两眼 所以才知道 原来他跟你有缘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我们没有神通 但至少要相信 等一下 无缘大持 同体大悲 反正你现在走到哪里 帮我们开车的司机啊 帮我们整理饭店啊 在餐厅里面 帮你端一个饭的啊 来自老板啊 欢欢喜喜 煮个饭给你吃啊 都跟你有姻缘的 我们是来续前缘的 要了解这个观念 走到哪里 不要得罪人 对他好 回献给他 所以解除续底 第三 清净恶业 你供养诸佛 不失众生 也在消自己的业障 像你布施 过去你有偷到 你现在布施可以消除你过去迁滩 偷到金钱的恶业 你现在布施可以消除你 金钱债主的恶业 翻过来 第四 健康长寿 大家来比赛 谁慢一点死 好不好 还是你要比赛 谁先去极乐世界 反正只有两条路 要么先去极乐世界 要么慢一点死 跟昨天那个老人 96岁呢 还在登山呢 还娶一个 少他十几岁的漂亮的 80岁的太太 两个感情多好 老实说 你们跟他讲了半天 那个人是 我们这里面好几个人的爸爸 啊 啊 本来 你不